當你生氣了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做些什麼? 說髒話?咬他?打他? Block了他Facebook? 李傑將憤怒的情緒轉化成藝術作品 展覽《你》就是將他去年 在威尼斯藝術商聯展所做的作品 《你你》入面一部份的裝置作品 加上新作組合移成 由《你你》到《你》 兩者有什麼分別? 其實可以很多人 因為威尼斯藝術商聯展 那時候就叫《你你》 其實有些時候 對著鏡子說《你》的時候 其實你和自己說話 說白一點就好像反映自己 反照顧自己 但是這次的展覽《你》其實很簡單 回到香港就好像罵人一樣 是說《你》 但是那個《你》是否一定是說 第一個康調是否一定是罵人 其實未必是 其實挺建基於你 這個你是stand for 什麼人 如果是你的伴侶 我想你不會是一個很生氣的聲音 除非你們有問題 如果是一個靜客的話 這個你可以是很多人的 可以是爸爸媽媽都可以 展覽以日常物件 好像衣服、水桶、廚房器皿 加上影像、聲音、照片、繪畫、膠菜組合而成 但看起來好像很平靜 完全沒有憤怒的感覺 其實本來想像會是 好像感覺會強好 即是會是某一種 真的偏向 我用顏色而形容 好像變了紅色一些的感覺 但是慢慢做的時候 我自己一邊做一邊想 其實把很多原本想好的作品都沒有出 就因為我想真的生氣的狀態 應該說真的平靜的狀態 和真是生氣的狀態 其實都是靜的 我自己剛才說的 真是殺人的那個 永遠都是靜靜的採角落 走在前面擋桌擋桌 其實不是說他不生氣 而是真是生氣的時候 我想回自己 最生氣的時候 包括是由於私人的理由 或者因為看新聞 最生氣的時候是說不到話的 你只是想打一下 我意思是打一下 不是說很大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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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其實真的想殺人 其實 這些作品最後變了 好像 其實他就算所謂不安的 好像都不會說一些很明顯的事 是比較安靜的 其實展覽本身 和空間的關係 是我有些大概的想法 但其實確實看到 進來的展場 就算是場地有其他的設計也好 其實還沒有找到怎樣去把展覽枯在一起 其實只有些很零碎的概念 或者想法 但他慢慢慢慢 當我習慣這個場地 包括他本來的空間性質 和後來才加的空間的設計 我慢慢習慣之後 就開始知道怎樣做 整個過程其實幾 有些慢慢來慢慢來 每天變少少 每天變少少 有些像畫廠畫 每天加少少 每天加少少 沒有很多衝動的成分 最後有可能砸爛了一個台 前面的台會有些隨仔狠 展覽的第二部分 就設計成一個休息室感 裡面放了當日的報紙 還有書 咖啡機 電視機 給觀眾在這個空間裡面 發掘藝術家種種構思作品的線索 而旅居了台灣兩年的李傑 再次香港舉行展覽又有什麼感受 今次在香港做這個展覽 跟威尼斯的一次比 其實差別我覺得不算很大 不算很大是因為 其實都是當它一個展覽這樣做 根據我自己一路的做法 一路的展覽下去 不過今次 這個當然是 跟威尼斯有對照 就是我威尼斯沒有什麼 講有關香港的議題 今次其實都沒有 但是我自己想的那些東西 想的作品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說真的 是由於香港政治環境 或者社會環境 如果不是我不需要那麼生氣 甚至我現在都不會再在香港住 我不是討厭香港 所以搬去台灣 而是受不住了 我覺得要做到事情 或者太生氣的時候 是不可能做到任何 contribution 那這一樣是和這個展覽有關 我認為 如果我沒有在威尼斯那次做過 而回來沒有這個場地的影響 沒有這些想法 其實這個展覽不會出來了 或者我在其他地方做不回來 我在其他地方做這個情緒會變成假 唯一就是在香港做 謝謝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